这里是11月8日的经济日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将有哪些重要的市场新闻 星期二是美国总统选举日 由于该新闻的缘故 预计将有大量的波动性出现 格林尼致时间午夜将开始民意调查 所以准备好度过这个漫长的夜晚吧 尽管如此 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也有很多 首先早上的新闻 早上6点45分将要发布的是10月份瑞士失业率数据 过去5个月经季节性调整的税率 一直都处于同样的低水平 7点钟将要发布两条9月份的德国经济新闻 其中之一就是工业生产 8月份资本和消费品的强劲增长推高了产量 扭转了前一个月1.5%的跌幅 由于出口增长快于进口 8月份贸易差额扩大 9点半将要发布的是9月份英国工业生产 8月份产量下滑 主要是优于矿野下滑3.7% 接下来格里尼致时间下午2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9月份加拿大建筑许可 8月份的数据出现令人惊讶的上涨 许可证为7个月内最快速度增长 3点钟将要发布的是9月份美国JOS职位空缺 8月份空缺数量降至9个月低点 晚间11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11月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消费者吸星指数 10月份该指数上升 报告指出了稳定和乐观的前景 晚间11点50分将要发布的是10月份日本银行贷款 9月份贷款提速一个月之前的年增长率为2% 凌晨1点30分将要发布两条中国经济数据 包括受到密切关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9月份的年通货膨胀率升至4个月以来的最高点 9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显示为正值 这是4年多以来的首次年收益 我是杰西卡沃克 您正在收看的是周二的经济之力 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周三的相关概述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